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阶段先后已经完了 第一个阶段我们研究的就是亚拉列遗迹跟那个史前文明 那么以前我们都这样说 大概那个大洪水的事是在祖前2300到2500年 那么这个是根据有年代的学姐研究说 亚当一代生一代来到挪亚的时代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那么但是这样说 其他不信的人都不认为是对 他们都认为这个是传说 是神话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找不到 在历史里面有一个中断 在文化里面没有一个裂缝 那么所以有人说 为不为是地区性的洪水呢 那么我们就知道圣经不是这样说 圣经所形容的 还有呢 神说我不再以那个洪水 好像之前毁灭大地 那么如果是地区性的 我们就知道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地区性的洪水呢 在历史里面很多 但是普世性的就再没有 那么神还是用一个彩虹 在天上呢 立一个记号来说明他这个应许是非常可证 那么如果是地区性呢 每次看见天上这个洪出现呢 更加呢 就是对神的应许呢 产生很大的疑问 那但是现在呢 那这个是在史前发现 所以有考古家 那他到过那个亚内内山两次 他看见所有的东西跟文物 移下来的 他就说有可能 就是那一个是祖前一万三千一百 到九千六百年 所以这个是史前文明的研究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研究到了 就是有关呢 亚内内遗迹跟那个农业的祠源 那么2011年呢 我看见一个号外的文章 就说有一批的香港的基督徒 他们就爬到那个亚内内山去 那么他们就录一秒 里面那个木结构 那么当年那个木结构的发表以后呢 很多人就是产生很多的温号 那么但是呢 他们在里面呢 就说七个空间当中有两个 满地都是一种叫 白色的小种子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他们也不知道 后来呢 考古家 叫克兰克博士 他就说 这个是野生硬嘴豆 研究考古学的人都了解 世界文明里面 最古老的种子 由野生培养成为人工的 那个就是 硬嘴豆就是最古老的一种 所以呢我们知道呢 在非常古老的遗迹里面 周围找到野生硬嘴豆 如果后一年呢 就是有小麦大麦那一些 成为很多人 在后来的时候 所就是种植的东西 那所以呢 在圣经里面的 耶利哥 考古家只找到呢 有一个 就是野生的硬嘴豆种子 只有一个 没有了 那其他的找到四个 找到七个 那最多的一个呢 就是在叙利亚 找到二十七个 那么考古家呢 就肯定说 最早最早 把植物 成为就是培养的 就是在亚雷雷山 就是下面不远 也就是土耳其东南边 那么那个地区呢 在祖前八千五百年呢 就是植物 有野生 变成 这一个的人工培养 那么那个时候呢 也就是野生 那现在呢 在亚雷雷遗迹里面 畔地 满地 都找到呢 那大概就是 二三万个这样的 野生硬嘴豆 所以这个 就是使我们 就是非常惊讶 所以如果那一个真是跟圣经 昌世纪有关系呢 那个 就是非常古老的遗解 并且呢 农业的起源 在那个野生硬嘴豆 被发泄 后来再培养的话呢 那么就有可能那个 就是那个 祖前 大概一万年 当时呢 才是那一个洪水的事情 也不一定 那这个是我们 第二个 的研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